抢占Q2大黑马 荣光焕发一整季 Q2黑马体验营 带你投资一路赢 价差波段 加低档 转折 双赚攻略 抓住起掌的第一讯号 爽赚黑马股一大波段 全力以赴 带你快速翻本 现在加入 Q2黑马体验营 就让你赚得快又大 立即了解 请恰 LINE HAT STOCK888 或来电 0225819090 询问 王安你好 欢迎收看股市权威 我是曾伟 今天在廉价之前 台北股市是量缩震荡拉回 中场下跌72点 收在20222点 乘详量 3584亿元 键盘是如何分析项 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选市永城国际投顾的 陈伟良分析师 曾伟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魏亮老师 千万向前冲 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 来掌握台股重点 首先鸿海 在三月份的股价 强涨过后 四月份有没有机会 继续喷喷喷 甚至喷到目标价 200元以上呢 还有我们强调很多次 AI股的选择 其实就是大不如小 就不如新 究竟如何挑AI股票 这个就要从 辉达的产品地图来说起 每一世代的新产品 其实也都代表着 供应链的商机 重新洗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AI股后续的选股跟操作 另外呢 今天00940 终于挂牌了 可是表现呢 却是不如预期 甚至呢 又是一档 破发的高人气ETF 那当然有这么多的股民 都在问怎么办呢 我们待会呢 跟大家聊聊 940后续该怎么处理 另外呢 从高股息的发展历史 其实呢 资深的老兵啊 0056或者00878 他们以前的绩效表现 还有呢 他们的净值跟股价的变化 其实也有一些呢 脉络可循 有一些经验 值得呢 让大家来做个借镜参考 另外还有呢 我们会提供 00940的独门索马股 另外呢 神盾集团 在周末呢 又有新的利多了 今天股价呢 又出现了攻击的契机 不过当然没有呢 强力的攻到尾盘 那这里是不是在廉价之前 会遭逢一次 获利下车的卖压呢 政策行情会持续 加温到520之前吗 那4月份呢 电价要上涨了 重电股呢 今天看起来华城呢 尾盘又是强拉 那后续包括市电 中兴电 还有我们机会跟进 那重电股 真的还有便宜的股票吗 有 我们要跟大家讲 有一档低本益比 高值利率 而且呢 重电的比重是相当相当高 高达8成以上的黑马股 那这档概念股呢 待会节目里面 会直接公开分享哦 所以呢 想要获得标股密码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 超级重要的 请大家呢 一定要去搜寻 YT频道 股市权威 陈薇良 股市权威 陈薇良 帮我按赞 也欢迎呢 请大家 如果觉得节目是有帮助 那请你多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在此呢 再一次的感谢所有支持 威洋的权威粉丝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的部分 其实成交量呢 当然是会萎缩啦 因为呢 毕竟这个礼拜 只有三个交易日 而且呢 在台股历史上流传已久的一个说法 就是节庆变盘说 不论呢 你相不相信 不论呢 有没有绝对的依据 但是呢 从历史的大数据来做回顾 的确呢 碰到一些重要的节庆呢 有可能形成短线的转折 那回头来看呢 毕竟呢 这一次台股来到两万点之上 其实也撑了 撑了一段时间 严格上来说呢 从今年年初 1月份 17151开始 涨到目前为止 整个台股呢 大盘的部分 是没有经过 任何比较明显的回档修正 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档修正 那当然呢 这个跟背后 有四大支柱有关 包括台积电 连发科 红海 广大 这四大支柱 我觉得呢 除非啦 这四个支柱 至少倒了一半 否则呢 整个台股还是会相对有撑 那大盘指数 当然呢 维持多方格局 可是这不表示 股票市场的钱很好赚 因为呢 整个上市柜 如果再加上新柜 大概将近2000档股票 你以为多数的股票都在涨吗 错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多数的股票都在跌 所以呢 操作还是要步步为因 即便呢 整个台股 我们说 它是多方格局 就如同你所看到的 这的确是一个呢 大盘指数不断往右上角延伸的形态 可是呢 很多股票 如果你操作不当 是会亏钱的 那回到个股的部分来看 2317红海 是三月份 让大家呢 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呢 惊叹连连的一档 不可思议的大牛翻身股 你可以说它呢 以前很牛皮 甚至呢 有人称呼为它是呢 股票借得不动产 因为长期在100元附近 都不会动 但是这一次呢 真的大象变成呢 会跳舞的狐狸了 因为呢 洪海在三月份 单月的涨幅超过了五成 那么统计 整个上市贵公司 所有的股票 在三月份的股价表现当中 洪海竟然拿下了第三名啊 所有上市贵股票 有多少的中小型标股 黑马股 结果洪海 以大型全职股的姿态 直接拿下了第三名的表现 这真的是一个惊奇啊 一个惊奇 那我们其实呢 从三月十二号 洪海呢 这一根大涨的长红K开始 就跟各位呢 每天每天每天追踪分析 我对洪海的基本面 技术面 闯马面的观点 我说呢 这如果你每天都看的话 把它连结在一起 我们所提供给大家资讯 这好像是一个洪海的连续剧一样 每天呢 两点 有洪海的连续剧在这里呢 57台上映当中 当然是开玩笑啦 那我想呢 这个就是三月十二号 当天洪海大涨八个percent 那就从呢 这一根长红棒开始 那短暂休息两天之后 接着他又跳空往上 甚至拉到掌停板 然后呢 此后几乎都是以呢 不断的创新高 而且呢 红K多余黑K的方式 展开了这一趟 五成的飙涨之旅 到上个礼拜 他已经来到157元 大家也知道 当初创办人郭台铭 在他担任董事长期间 曾经说过 不到200块是不退休的 不过 当然呢 这句话大家各自解读 我说其实如果你把洪海的 全席还原的话 他事实上已经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也不止200块钱了 但是呢 如果就算是以绝对价格200元来说 也许呢 的确在郭台铭任内 没有呢 完成这个目标 可是呢 在现在的旅游阳尾时期来看 如果157要到200元 我觉得呢 这个距离 已经让大家觉得充满了希望 你不会再觉得 如此的遥不可及 那只可惜呢 很多投资朋友 在投资的一些想法上面 没有与时俱进 我举两个例子跟各位说 我记得 当时在涨停板的这一天 我们当然呢 也有来到节目 继续分析红海 那可能呢 有些人认为说 红海呢 都已经从100块涨到130块了 涨停板这一天它已经来到130块了 所以已经涨三成了 所以涨太多了 那有投资朋友呢 就给卫阳老师一些指教 当然我是很礼貌的说法啦 其实呢 指教的意思就是说 臭骂了我一顿啦 就说呢 这股票都已经大涨三成 你还在讲 是不是呢 要让人家去追高 是不是呢 要出货 其实每次看到这些想法 我心里都还蛮难过的 这个不晓得我们台湾的股民 到底过去受到了多少的虐待跟伤害 好像呢 心里面总是有挥之不去的 庞大阴影面积 如果鸿海可以因为我陈薇良喊一喊 能够出货给投资朋友 我想我在台湾的股票历史上 应该也留下一页侵蚀了 这个我的汗动力 汗水会结冻能力 大概不输外资 当然这是题外话啦 胡说八道一通 那其实我重点是要跟各位讲 任何一档股票 最怕就是预设立场 如果你觉得鸿海会涨三成 叫做太多 那请问当初广达涨三倍 或者说伪创涨五倍 那怎么说 那你稀不希望当初 广达涨三成的时候 你赶快上车 伪创涨三成的时候 你赶快上车 而不是涨五倍的时候上车 所以投资其实真的没有绝对 高跟低 这永远都是一个相对概念 那这相对概念看的是什么 对于苏家来说 他看的是现在的位置 已经涨上来的股价 跟过去还没涨的股价比 他叫做相对高 所以他就化地自现 认为涨太多了 但是对于赢家来说 高跟低相对比的是什么 这档股票 它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它未来的营运动能如何 如果获利会大幅成长 那就算涨了三成 它跟以后的股价比 它也是相对低 你听到没有 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们投资的是股票 股票你们看的是股价 可是你要知道 股价的本质上 它是在反映一家公司的营运变化 营运变化 这四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 营运是会有变化的 包括变好或变坏 所以以前鸿海的确涨不太动 可是今年很会涨 好了 这就说到上个周末 又有一位网友给予魏洋老师指教 他说以前我明明就不太看好鸿海 那为什么现在看好他了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表示你长期都有在关注追踪我 所以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回应一下 我提醒投资朋友 投资其实本来就要动态调整 我问你 任何一档股票 法人在追踪的时候 会不会隔一段时间 他会调降平等或者调升平等 会嘛 这也就是一种动态的调整不是吗 那为什么他们会调整 就跟公司的营运变化有关 那我们说到 鸿海其实三月份他开法说会 而且开了很多场 表示公司的企图心很强 那最重要的是 辉达的GTC大会过后 大家发现 辉达这一次的超级晶片GB200 所设计出来的伺服器机柜 单价之高上看9000万美元 他是采取所谓的8加9加8的设计 8指的是8个运算夹 9是中间夹着9个开关板 另外再搭配8个运算夹 所以8加9 不是骂人 8加9加8的设计 重点来了 这所谓的8个运算夹 是鸿海跟铜业去均分 但是里面的9个开关板 是由鸿海通吃独家 所以我说这一次 整个GB200 这是辉达最新世代的超级晶片 估计这个大订单可以贡献鸿海 造约营收 所以难怪刘洋伟在法术会当中 信心爆棚跟大家讲 AI伺服器的营收将要成长4成以上 所以我们说去年鸿海赚一个股本 今年保守来讲的话 12块钱起跳 上看13 maybe超过14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后续都还有机会再去做调整 所以过去没有这样的力多 所以股价难涨 因为以前靠的是iPhone的代工 还有搞不出名堂的电动车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所以跟各位讲 投资你是要随时去因应最新的资讯调整 看好的是这样 看坏也是 其实有很多人就常常喜欢给一些指教 你这个陈伟良 你那时候不是什么股票 多少钱的时候不是看好它吗 后来都跌跌下去了 公司营运会改变 当然股价会改变 难道你要死报 然后找一堆利多来安慰自己 欺骗自己吗 所以做股票是要动态调整的 好 那我们红海的部分 就先跟各位谈到这里 我认为 给投资朋友最大的启示就是在于 今年整个AI成为投资的主流 你知我知 阿公阿嬷都知道 没有人不知道 可是不表示大家都赚得到AI的股票 为什么 简单来说2383台光店 股价之前很强 创历史新高 但是从二月以来 软趴趴的 所以就要看你买在哪个位置 同样台光店 你买在它要起涨的位置 你会赚钱 你买在人家转落的位置 你就会被套牢 那6274台要 这是它的同业 可是股价却创历史新高 这是为什么呢 基本面的调整 有时间我都可以慢慢再讲给你们听 但是我先讲简单的结论就是 这背后就是基本面有变化了 台要变得更好 台光店变得没那么好 掉了订单 就是这样子 好 以前我们讲散热 双红跟旗红 股价差不多 甚至有些时候 旗红的股价高过于双红 对不对 但是你看 现在双红股价 创历史新高在723元 3017旗红 股价也有跟进 但是它从600多块 跌到目前大概554 跟双红之间的距离 稍微有点拉开了 为什么呢 一样简单来讲 反映基本面的调整 只是散户你不知道 但是公司大股东知道 外资知道 专业法人投信知道 操盘手知道 但散户不知道 所以散户只会觉得什么 现在来讲的话 应该不要买双红去买旗红 因为价差比较多 可是这不完全正确 你必须了解 基本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以铜箔基板跟散热 这两个小小例子来跟各位讲 包括刚刚所提到的 广达也好或鸿海也好 你要知道 AI当然是主油 可是你要锁定的是 灰达它不断推出新的晶片 那整个AI伺服器的供应链 它都会重新洗牌 有些公司在某一个世代当中 它会变得更好 但有些公司在下一个世代当中 它就会变得比较不好 那你投资当然要调整 你不能原地站在那边 等人家打你 你就会受伤 你的股票就会被套牢 资金就会形成浪费 所以我们要跟各位讲 AI新的股票随时都有 但是你要跟上脚步 这一档也是AI产业当中的 新黑马 而且是低价股 那简单来说 过去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更多 它跨入到AI散热领域当中 那今年第一季已经开始 小量出货 第二季出货更多 下半年订单要开始爆量了 因此从目前整体的AI 尤其在散热族群当中的 本益比相对比价来说 它的P1评价是被低估的 那我认为这两个股 值得投资朋友来去做把握 那至于说 今天众所瞩目的 00940挂牌了 那收在9.76 等于参与IPO的人 目前账面上的损失是2.4% 那有人开心 有人不开心 那你说跌了 怎么会有人开心 大家全部都不开心 自救会看起来 似乎准备要有所作为了 但是我跟各位讲 对于纯股族来说 本来就喜欢股票 在累积部位的时候 能够变得更便宜 能够下跌 那事实上 这一档00940 叫什么名字 你不要只讲940 它叫做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各位假如有申购它的朋友 你不要连它的名字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强调它的名字 人家最后两个字 或最后四个字叫什么 价值高息 一档高股息ETF 怎么会是拿来做短线交易的标的 甚至怎么可能会认为是 我10块IPO认购以后挂牌 第一天我就要赚钱把它卖掉 所以只能说这一次 大家有点一窝蜂 你买我也买 以为在排队买弹塔一样 把高股息ETF 当成是一个炒短线的工具 这完全就是扭曲错误了 大家一定知道 台湾高股息ETF的鼻祖 资深学长是谁 0056 成立17年了 那么第二资深的是00878 将近四年 说到这两档高股息ETF 大家都比个赞都说 绩效真的很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0056从成立以来 涨了271% 这是包括息值 配息的还原 00878将近四年 还原息值之后也涨了79% 绩效真的很棒 各位看 这是他们的股价走势图 绩效真的很棒 但是事实上 我带各位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 0056在2007年12月26号挂牌的 以25块发行的 2007年底你知道吗 挂牌不久后遇到什么事情 如果年轻的朋友你不知道 回家问你爸爸 遇到了金融海啸 结果股价跌到11.73 人家不是没有跌过 你以为他从25块一路涨到40块 没有跌过吗 他不但是跌破发行价 他甚至是腰斩 可是呢 后来不也是又在最近 创下40.15元的历史高价 0087 85块钱发行 挂牌日在2020年7月20号 那你说他遇到什么事情 COVID-19 疫情 结果呢也是跌破发行价 来到14.2 那历史最高涨到22.89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高股息ETF 本来就应该是看中长期 所有投资人你在买进之前 就要做好资金管理跟投资策略 如果只是一窝蜂你买我也买 因为好像这是一个稳赚不赔工具 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所有ETF都有可能会经历到一些震荡 那我们认为啦 其实940呢 后续 当然呢 他有机会 这个把一些所谓的福额洗干净之后 慢慢的再去反映 他未来成分股的潜力 当然我也不是要替他背书 我只是认为 你投资高股ETF 就要有很清楚的策略跟目标 那重点是 这一次他公布完整的50档成分股名单之后 当中有一些他独门的标的 那4月份呢 又有多档ETF要募集 会不会反过来变成940这一次呢 是坐在轿上等人家抬轿 3月份的时候大家都要吃他豆腐 现在有没有机会呢 换他来吃后面ETF新病的豆腐呢 那这个成分股有哪些独门索码的标的 我们已经放在LINE的粉丝专页当中了 所以还没有加入魏杨老师LINE的朋友 赶紧手机拿出来 小老鼠STOCK888 小老鼠STOCK888 在LINE的主页当中 就可以直接下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我们回来继续请教卫梁老师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卫梁老师 好 上个星期五 646的神盾又公告了利多 那一样是跟IP有关 那么透过要发行新股 取得了新公司的股权 那其实在今年以来 这个神盾的股价跟基本面 大家广泛的讨论 讨论的点是在于说 认为基本面 如果你拿过去的获利数字来看 当然就是赤字 是亏钱的 那可是股价又涨蛮高的 所以这两件事情 不匹配的状态下 当然就会形成蛮多人看空它的 那我觉得看坏或不认同 我觉得这倒无所谓 投资要讲求自己的安心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股价跟基本面 这两件事情 股价永远都是反映在前面 不是基本面反映在前面 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前提 那当然可以讨论的是在于 那神盾的基本面 到底什么时候会跟上来 OK 这个的确是可以讨论 但是我另外从一个角度来说 我站在公司的立场 一个制高点来说 我看到的是整个神盾 他们其实在IP跟IC设计当中 充满了企图性 所以有企图性的公司 他当然也会对股价 充满了企图性 也就是我们讲的 公司会做多 那至于说你要不要 搭这个顺风车 每个人就可以去做取舍 那我认为神盾或安国 从高点拉回到这边 其实都已经进入到一个 还是相对低的位阶 所以这边我们的看法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另外4961天域 后续三月份营收 值得去做期待 那3217优群 还有6126信英 这个都是我们提到的 关于DDR5连接器的相关受惠股 那三月营收也都会是成为一个亮点 好 那另外来看的话 在重电股的部分 今天华城拉尾盘 那华城即将在这个廉价过后出关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它呢 关锦币就到这个礼拜三 然后等于是廉价过后的礼拜一 华城就要出关了 那现在市场上法人给的最高目标价 已经来到1000元 那是不是合理 有机会我们再说 但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重电股当中有一档黑马 是3622洋华 那过去呢 它是以触控面板为主 但是事实上呢 公司早已转型到机电领域 目前呢 重电相关的产品占 大概有八成左右的比重 所以它是纯度非常非常高的公司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的毛利率36.5% 创新高 甚至比很多的重电股 都还要高出一大截 那我们认为呢 这档个股 应该也有机会呢 随着如果华城 或市电往前攻的时候 它有呢 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上档空间 可以去做期待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提到投资AI股 这个是当然主流中的主流 趋势中的趋势 可是呢 旧不如新 所以呢 你要找到的是 在订单供应链 重新分配的前提之下 谁是新的AI股票 那么这档个股 跨入了AI的散热领域 而且呢 在目前呢 产品已经开始出货 那预计呢 第二季出货大于第一季 下半年明显的放量 那这档个股呢 值得大家去做把握 好 那如果想要呢 跟着我们一起布局的朋友 当然你就可以直接来电 或是加入LINE 来做索取 那这档呢 一叉叉叉的AI散热 明天呢 就带各位一起去做进场 那还没有呢 得到标股的朋友 千万不要忘记 加入魏杨老师的LINE 小老鼠STOCK888 最近呢 我们每天呢 在盘后所选的一些标股 都非常强 像上个礼拜五 选出来的光六 或者是呢 连帽 今天股价都是大涨 想知道今天魏杨老师 还有什么最新的标股吗 加入LINE就能够得到 小老鼠STOCK888 每天的盘后 下午呢 大概五点钟到六点钟 最强最标的 即时标股分享哦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传所推介分析的 各别加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先供参考 都算依靠独立判断 全身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抢战Q2大黑马 龙光焕发一整季 Q2黑马体验赢 带你投资 一路赢 价差 波段 加低档 转折 双赚攻略 抓住起掌的第一讯号 爽赚黑马股一大波段 全力以赴 带你快速翻本 现在加入 Q2黑马体验赢 就让你赚得快又大 立即了解 请恰 LINEAT STOP888 过来点 0225819090 询问